最近我们一定要谈的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 先给大家看看最近一条爆炸的新闻 宝格丽呢是在亚洲国家当中呢 把中国和台湾分开来了 把台湾列为了国家 这件事情引爆了大陆 可以看得出来呢 现在宝格丽也是道歉了 与此同时很妙哦 耶伦回到美国去了 来看看美国国务院 他们是关于台湾有一个旅行建议 大家突然发现 昨天他把台湾前面的一个 这个前缀词country 国家给拿掉了 您觉得啊放行中凯文这件事情 跟美国国务院修改这个 把台湾的这个country给拿掉 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可不可以进行这样的联想呢 一定是有关系的了 因为你刚刚从这个Burgary谈起啊 这个首先这个奢侈品的贩售的人当中啊 我必须坦白强调一下 奢侈品的话呢 基本上因为价钱很贵嘛 所以是认钱啊 不太认政治嘛 那我在想啊 这个有可能是无心之过 也可能是有心之过了 如果是无心之过是可以原谅的 有心之过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看 购买的群体在哪里 但是现在购买的群体 基本上是以 大陆人士为主的话 那有人会检举 因为这个是可谓之重中之重啊 敏感 中之最敏感的问题 所以Burgary的话呢 他不是第一家这个车车饼店 事实上有很多的品牌在这个 公布这个地区的时候 就是把台湾列成国家 这件事情大陆都会提出 严正抗议 不等官方提出抗议 民间就提出非常严正的抗议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 因为大陆的基本上的认知 就是说这个是你承诺的事情 你如果制造这种错误 一律当成有心的错误 是的 所以说一定会有这种反制的手段 所以说这些来讲的话 如果你没有在第一时间 没有超过这个几分钟内 就做修正的话 那恐怕 就会产生一些抵制的行为 这个H&M 什么各方面都会有这种现象 这个不是第一次 那另外的话 我必须强调这阵子 就是从布林肯访华到耶伦访华 那么的话 就是说美国这边的密集访华 出现了几个现象 第一个现象 就是整个中美之间的关系 就是他们主动要求 然后成功的访华 耶伦的话尤其重要 耶伦的话算是鸽派 那布林肯算是鹰派 那么不管鸽派鹰派也好 就是说是中美之间的关系 就回归到原点 耶伦访华尤其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耶伦一离开中国 人民币就升值了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讯号 非常重要的讯号 这个涉及到我们钱包 所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讯号 然后另外的话 在国际上普遍上的认知 就是你要按照国际的规矩来办事 意思也就是说 这里面所有的事情 大家全世界有180个国家都承认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个没什么好讨论的 所以说不管是布林肯也好 耶伦哥不要讲 这根本就是废话 不用再提 但是布林肯讲的这个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因此在国务院做了修正 但是回到美国国内 这可不得了了 共和党就磨刀祸祸 布林肯本身被逼的要说 我们会持续做中国不想看到的事情 我们会持续说中国不想听到的话 那耶伦本身根本就没有做什么措施 共和党尤其是福斯电视大做文章 就说耶伦对着何立峰鞠躬鞠了三次 你要了解 耶伦是在财经世界当中是何等地位的人 他对谁要鞠躬啊 他老公是诺贝尔讲的经济学讲得主 这个不得了的人 说句良心话 何立峰当然也很厉害 但是彼此之间的话 财经外交讲求的是平等对待 没有这种无是生非 这种好像无中生有的这种现象 但是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国内的共和党磨刀祸祸 要让民主党难堪 基于这种缘故的话 所以说有关于国务院里面的网站 把台湾很清楚的讲 他不是一个国家的这件事情说清楚 也足以证明 这个布林肯也是展现了一些诚意 我们必须要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可以了解到 这个有沟通总比没沟通好 有往来比没往来好 我认为这个目前为止 布林肯跟耶伦的访华的过程中 达到了初步的效果 而同时的话 John Kerry 凯利到中国来的话 他的立场更明确 因为他是处理这个环境的问题 我对他的印象很深刻 因为他曾经选过总统 那个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他本身的话也是属于 国务卿型的外交部长型的人物 但是促进环境的问题 你可以了解到 这个的的确确的话 是所有地球人都应该 维持整个地球发展的 这个努力吧 也是我们人类共同的生活 就是共同生命体的一个使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John Kerry来中国的话 时间也比较长 然后17号开始 各方面的话 相信他在这方面 有关于减碳 环境保护 有关于新能源车 就可以达到一定的共识 我是乐观以待了